大家好,我是乔姐,一个有着十年,育儿经验,同时还从事中医推拿的宝妈。 这么多年,我用我所学中医知识,以及亲神经验,帮助火上千味宝宝,提高了体质,受人一鱼不如受人一鱼,我非常乐意帮助大家。 自从开春后,气温也一天天下降,又开始穿上了女脑,很多小朋友们呢,大部分受汗流的影响。 出现了鼻塞,流鼻涕,可以走,严重的甚至还引发了发烧。 这两天,不少家长都来找我调理咳嗽,作为一名中医从事者,我都是采用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方法,食疗或者推拿手法。 不仅向火非常好,还能大大提高小孩体质,减少生病频率,做法也简单,条件。 今天将这个调理风热客走的方子推荐出来,帮助到大家详细内容如下,只可聊方制作方法。 一,首先准备两个梨,适量船被母,二,离去皮去心臭,切钉。 三,把船被母放到仙袋里面装着。 四,找根棍子把船被压碎。 五,玻璃加适量水,随船被倒进去煮开。 六,煮开五分钟后,把接好梨的放进去。 七,转中火再煮半小时。 八,他个人需求加入冰糖条类,正确后,喂给宝宝喝,每天两次就可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